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这段赛马影片 首先我会讲讲关于断脚马人道毁灭的问题 另外我会讲讲今天星期三第七场赛事 跑3-6-0那一场赛事我也会讲讲 首先我想讲讲关于人道毁灭的问题 昨天一断脚的两匹马人道毁灭 引起了很多人的回应和关注 但是我想讲纯肿马不像其他马 纯肿马的脚是特别容易受伤的 基本上你一断脚 完全骨折是没得医的 我可以告诉你是没得医的 在外国有很多例子 比如说美国有一只肿马也是的 那一匹马成绩很好的 他断过脚 他断过脚之后立刻做手术 好 手术是成功的 后来隔了一天 因为他再断 手术成功之后他可以再断 你想想很简单的就是 一只马成千磅 只有四只脚有到不得了 纯肿马特别有那些脚 怎么撐起一只马 怎么撐起一只马 根本很容易再受伤 所以就再断 根本做手术说马会不肯救 其实是没得救的 一断立刻人道毁灭是没办法的 还有对这只马来说 纯肿马真的是人类配种出来 就是给赛马的 他一断那只脚 基本上他的生存是没意义的 马还要长期站 他长期要站 你想想你怎么可以 只有三只脚中生存 很简单的就是 如果人这样 你四只谦判你中那封 你四只谦判你不能动 你下半世这样过 你觉得有没有生存的意义 我自己其实 是没有的 我可能都会选择安乐死 马其实也是一样的 只有三只脚很痛苦 根本没得医 就算有一个案子在外国 我都记得 那个人好像杀了八千万 他救了一只马 给最好的疗养 给最好的资源 做完手术医药费 什么都给了 最后一只马做完手术八个月都走了 所以你说 你要想想 一只马做完手术之后 他的伤口很容易发炎 很多病发症 如果一感染 你会踩到死 或者踩到泥土 你想想在马隔 又可以伤口感染 然后根本是痛苦 所以我觉得 断了一只脚的马 安乐死 这其实是合理的 放弃二只 有些人都说 POLI又可以放弃二只 那些小马 也有放弃 纯总马那么大 有千多磅 你哪有一只二只可以把它放弃 然后能支撑到这幾百磅的生区 还要支撑到之外 让它行得走得 怎样承受看重 根本你根本 纯总马是不能放弃二只的 所以我希望在这里说,其实断了脚的马人道毁灭是真是人道的,是合理的 反而就是他人道毁灭之后的尸体如何处理这件事就值得关注 因为有很多马,譬如邓运奇小姐,就是明记之心的马主也说到 很多马人道毁灭之后是扔到堆田区为弃尸的 这件事才是问题 你说这件事之后的尸体处理是问题 这才有一个问题,是不人道的 因为你想想,你死了之后你的尸体处理在堆田区 拆件处理在堆田区,你会有什么感想 这件事才是不尊重动物 所以那些人要关注的就是关注这件事 希望马主就像邓运奇小姐那样 邓小姐就是将马火化,然后 扔到柳西亚的骨灰,洒在草原里 这就好 还有什么人道毁灭是不人道的 就是说,如果那些马退役之后 他健健康康的,但是因为他年纪大自然会退役的 退役之后,拿去人道毁灭 这些就真的是不人道的人道毁灭了 那些马主就真的是扑街了,为什么扑街呢 那只马,跑完的时候,你拿奖金,你拿威水 他退役,你应该要照顾他退役生活 运他出去外国,到宜养天年 洗十几十晚就完成了 在那篇邓小姐的访问也有提到 但问题有很多马主就是 不,不运他去外国 赵元松,没有利用价值,不能跑,退役 拿去白役 要么就给马会,拿去湘鱼河那里 或者拿去骑术中心,但是你想一年几百只马去退役 哪有那么多位啊,很多都是拿人道毁灭,拆件,丢去前驱 很多很多都是这样 反而这些才是将一匹健康的马人道毁灭 这些才是不人道的 所以麻烦媒体或者外面的人 反而要关注退役后的马的生活是怎样的 而不是说赵马不人道 又不是说将一只断了脚的马 安乐死又是不人道 说马会不肯救,根本是没得救 明白吗,这里我希望大家要知道整件事是怎样的 然后才下评论,尤其是有些媒体我可以说是 提法徽的,将整件事 肥仔厉害明明是因为 他自己脚困脚,然后他右脚断了 然后他就拿他以前的左脚伤了 来带做文章 我觉得有些媒体是不负责任的说话 所以我要在这里说,其实人道毁灭在这个案子里说 我觉得是没问题的 但是刚才所说退役后的马匹的生活 或者人道毁灭之后拿去居田区 我觉得也是不行的 所以这些人道毁灭 才值得关注 要去 保护回马匹的权益 这个才是重点 还有些人就说要取消财马 尤其是那些什么道德 就是道德高地 永远站在整个圣母里说话 但是都不切实际的 根本 真的很简单 球赛 讲球赛 试过踢球死人 团赛也试过,篮球也试过 赛车也试过 难道不要搞赛车,不要搞那些运动 当有约束的事故发生 养猫养狗,有些人独猫独狗 又发生 难道又不让人养猫养狗 现在有赛马有意外发生 难道又不让赛马 斬脚趾鼻沙虫 要在这个制度发生的时候 都要兼顾动物和人的权益和安全 这才是 实际的做法 而不是说一些不切实际的东西 那你不要吃肉了 对不对 这里反而我就是想说 这件事给我的感觉 还有我觉得整件事就是 媒体报道新闻 其实除了说整件事本身是怎么发生之外 也都要讲一下为什么安乐死的原理是什么 去让公众去消化 他们自己去 就是他们撑不撑另一件事 但是要讲究竟是什么原理 而不是说本身写的人 已经有一个先入围主的概念 就是说安乐死是不人道 接着有大组文章说 那些马猪不肯养 当然有些马猪是不败的 那也都不能说马会不医 又杀了他 不是这样的 整件事 媒体其实是要有一个中立性 或者是要很全面 客观地告诉人 那个事实是怎么样 然后 那些人怎么想是他们的事 但是现在是没有的 OK 好 这件事之后我就想讲回第七场 三班1650 这次的赛事 我这一场为什么会选择 去做推介 除了刚才说的第一场之外 因为这场赛事我自己觉得 其实 挺容易搞的 我有信心的 所以我想分享给大家 马胆这一场 三班1650 7号 有港有兆 苏惠尔马放我也不喜欢 但是这一只马 上次我也是拿他做马胆 我不是拿他做马胆吗 sorry 我是拿他跟赵方马单式的买 因为有只赵方马上次很厉害 这一批今季真的是 大胆了 出到来 试跑神操 无色心润 肌肉出色 实证了整个身 非常之好 我觉得他的状态 真是非常好 跳起来 不急的 以前都会点头动作比较大 但是这一批今季很明显是 成熟 了很多 好了很多 跨季五局入销 但是 今季 很明显是比上季多多声 很明显 上次一幅出跑 舒比超方马 一条颈位 我觉得 以过一场赛事的赛事来说 舒比超方马 轻轻弹脱 妙妙精彩 已经是一个挺好的赛事 而且这只马 今季 完全不同 你神操 今天 如果我就这么看 最健身的马 应该是其中一匹 这一只 这么小的 头二名 一定有他的 这只马 真是成熟 大只 滚中了 好多好多 还升了20磅 这一批 整件事是挺好的 这只马 那么 临力 不用多说 跑法 主动的 这些马 收一些 二三位 跟着马跑又行 现在自己望空跑都没什么问题 这一场赛事 不多马走 快步速会走 我想大众开心都会推前些 没什么马走的这一场 有说有笑 收一些三四位跑 六当 有遮挡的 我相信是有遮挡的 二跌 挺好跑的这一场 跑法灵活的马 自己带又行 没有马带自己带 有马带跟着马跑 我觉得他的形势是真的非常之好 所以你说这一批 一定要要 那是做胆的这一批 另外配角方面三 让我高飞 不用多说的这些马 是吧 今季第一批都要抗 上次那当然不啦 上次因为 又10档 然后又 又重了那么多 哇 但是上一批都瘋了 这一批 你看 蔡明少一定是为这一场热定生的 就是为了真情 跑到去 他转弯那里 你看看那个粉红色衣服 我觉得他那一场跑到1400米 你看看他的弯 出去拿了啤手 去啤手缘 不过最近没有开 哇 真是蝕到瘋了 返回来的马 冲得很厉害 还有这一组 我觉得是强组赛 因为有人有福 或者那一只 闪妙荣光 维港斌楼 这些都是最近跑得很好的马 你看看他返回来 蝕到云都跑到第四 真是很厉害的 这些马 我觉得很厉害的 1650 摆到明是最正宗的路程 因为在外地也赢到1600米 所以我上一批都不要了 这批真情跑 適合了 有周俊乐减磅 123 那就很棒了 背了5磅 整件事是合理的 但是这些马的跑法会被动 以及这场狗档 他怎么跑 我就不知道 因为他外地笑过 扔前之走 他在香港就留后跑 今场怎么跑不知道 所以我就只能够 托回来做配角 但胆7就会稳定很多 因为他的跑法 今场形势 我会猜到他怎么跑 但是这3 跑法方面 我就会有些疑问 所以双7 我会用来走头做胆 3 第一批配角 再数下去的配角 我认为要选择的就是狗 精准快车 这一只猫我挺喜欢的 今季恶头得 情况是改善了很多 上季这些马 那时候贏了 前规 好像圆滥省 急得飞起 恶头 很难操控 非常难操控 包括上季尾也是 他那时候跑的谷草也不行 我在想这些马 你当然是谷草也不行 根本的姜头 有时候是恶重头跑 又要快披承 今季这一只马 能拔到鼻枯 不用配备帮手 不用配备帮手 恶头情况好了很多 就敢拔配备 蔡明少斗姜诚 跳得相当好 你想想 够胆去跑千八 够胆去跑二千 摆明这些马的姜口好了 才扔掉 以前是不够胆去跑这些路程 所以这一只马根本是成熟 适应了很多 对比起他赢马的时候 只有半球马这些马 现在才适应 还升榜 1036再升了十几磅 所以以前这马不够一千磅 所以你说有赢有少适应好 进步了 这一只也是进步了很多 所以我前一波有选 但上一波我真的觉得 二千不到 缩回来 1650 对比较适应好 我只觉得真是对比较适应好 再配合 这场赛事排过五档 最重要这些马是继续蔡明少斗排 因为蔡明少斗姜诚真的帮到这马很多 姜诚有的其实C骑的这些马是对的 好了 然后你看看这场赛事 一档 最多幅是四五位跑 放在前面 二档 就是那一只大众开心 放在前面 三档 追风其足 中间位置 四档快步速 放在前面 五档就是他 增进快车 卖都是二叠的 有时候你排中档都要想 如果里面有很多号响马 顶着的时候 你四五档都可以走三叠的 不是没见过 前季自然力量三档 我很记得 河明年三档三叠 所以 这次我五档我觉得帮到手很多 变相这一只马 增进快车 我自己是会要回去 配脚 我今季去跑谷座是好很多的 变相这些马 有个胚醒跑 有个形势去跑 今场赛事 冷脚要拖着他 所以今场 7号做胆 拖回3号 让高飞 和9号的精进快车 其他马 你说1 我真的觉得换了人会差很多 1 2 换了人会是 难跑 是真的 姜誠不同 或者发挥不同 差很多 4 我就要看他第一次 跑谷草行转急不急 上次急得好像烂尿 湿了 这几次也是 变相 我觉得这三匹马 其实都是一些 今季明显有进步的马 我就选一些 年轻的 OK 好 先说到这里 这段影片 希望我今次的运气好一点 因为 你看 刚刚王仔叫我是第4的 最懒我就是他 不过第4 你看川河公区又失车了 我最近 眼光当然有问题 但我的运气也是 很多东西 如果不是有意外 我可以再跑近一点 那今次 不要紧要的 人定胜天 我一定 继续努力的 我不会放弃的 希望今次可以 好 先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 那就 记得给个赞 那就赢得多一点 好 明天再聊 拜拜